数捷上徽 十二少门上残被杀害 犯下如此恶行的 竟是自己昔日的拜门大哥 十二少找上关公 好久没见 他还依然白白净净的 看到你这么靓仔 我的心情就毫不舒服 曾经我也靠颜值混犯 虽然不算你那般帅气 不过也可以走性格路线呢 怎么我会变成这个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样子啊 一句话 咎由自取 两人对阵 关公怒目原瞪 十二少仍然面无巨色 二人的恩怨要回到八年前 那一年 全程女性陷入了一片恐慌之中 只因当时的香港出现了一名凶残的色魔 成为色魔目标的受害者 不但残被蹂躏 而且更受到不人道的对待 他们大多都在极度惊慌于痛苦下 被活生生的折磨至此 死不了的 容颜也难以保存完好 一生活在残痛经历的阴霾之下 生不如死 受害的女性 从18到68岁的都有 这也说明色魔是个饥不择食 无耻没人性的危险人物 然后在某个余夜 少年十二少 遇到了正在行凶的关公一会儿 一时之间 她也不能理解眼前所看到的景象 但当瞧见那少女惊恐的身体 她知道自己的同门兄弟 正犯着人神共犯的恶性 虽说黑道大多都以步伐勾当为圣 不过她从没想过 自己的老大 竟然就是弄得全程恐慌的变态色魔 她虽没参与 但袖手旁观一样是共犯帮凶 要阻止他们吗 以当时的她 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能力 但心底的正义 催迟十二少冲着关公面部 甩出一砖头 走 不要回头 走啊 老大都敢打 你造反啊 反顾咱你他妈的毁我容 给我打死他 说着 把砸在脸上的砖头 拍在十二少脑袋上 年少无力的十二少 足足被毒打了十分钟 但自始至终 她哼都没哼一声 一直残叫的 直视关公 再打下去 她最终定会死在同门手里 幸好刚才逃出圣天的少女 叫来大批警察 及时赶到现场 逮捕了关公一会儿 关公被压斗前叫嚣着 小子 你不要以为这样就可以逃过 得罪我关公 就一辈子报复你 十二少不仅仅被打到内出血 连肋骨也打断 住了好几个月的院才对以康复 结果出院第一天 就遭树民刀鼠追杀 虽然最后都白脱了对方 可他知道 从此将永无宁日 得罪黑道 家里也受到滋扰 被关公向了江湖追捕令 无家可归 又不像连累朋友 十二少只有逼走大雨山 低调行事 生怕被仇家发现 横尸街头 这样的生活还要持续多久 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直到一天 看到少女在警署门外 残被压死的新闻 发现死者 竟是在关公手中 逃过一劫的少女 最终还是香消欲云 难逃魔掌 杀人放活金腰带 萧桥不露无尸汉 他知道这不是一场意外 是关公要杀人灭口 稍有学性的 得知内情也绝不会无动于众 何况十二少更经历了 关公的恶戒 好瞧不瞧的 追杀的刀手在街头也找到了十二少 他再也不逃 而是挥刀反击 你们这帮人杖 去死吧 这一意后 十二少决定豁出去 和往日同门为敌 谁要上我 我便会以更凶狠的手段 做出反击 一星期内 他再遇到几次追杀 结果全部都被他打狂 虽然对方人说 每次只有四五人 但他只是一个不足二十的少年 足以证明 他拥有敏锐的触角 和超人的实力 一个月后 他连战十二场 虽也有损伤 但对方却没有一次能取他性命 全部败退收藏 他的神勇也一度流传江湖 没有人知道这个少年的名字 没多久 人们便为他起了一个新名号 十二少 不过再能打 孤弱势力和帮派为敌 始终有一天会死在同门之下 事情终于惊动到 驾驶堂最高领导台格说 十二少早有和驾驶堂 玉石俱焚的准备 即使身处龙头豪宅 他也一样了无巨色 你这个小子 够胆单挑驾驶堂 知不知道会死啊 跟关公这样的秦少 我宁愿去死 出来混就知道没好人做 不过都是为了求财发达 还没随到做出强奸虐待这样的事来 你这小子讲的有道理 面对我也不处 有前途 老实讲 关公的所作所为我都看不过言了 简直是影响我公司的杂碎 我已经踢他出社团 香港再无他容身之地 小子 你够胆量又政治 公司很需要你这种人才 以后你直接跟我 我会找几个德力兄弟给你 一起给我赵主妙街这个地头 事实难料 十二少因祸得佛 从此事业平步青云 名头逐渐在江湖相切 成为一代新的黑道天王 相反 关公因此被逐出帮会 摆走内地 时隔多年 二人再次碰面 不过十二少已非当日的黄毛小子 我说过 得罪我关公 就一辈子报复你 我这次回来 你以后都没嚎叫睡了 你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 以前我都不怕你 现在我反过头问你一句 你凭什么和我斗 十二仔 让老大看看你有什么料 说着二人抽刀拼到一起 第一刀 不想上下 第二刀紧接而来 第三刀 能分出高下吗 曾有人说过 十二少只要一刀在手 他便是神 他随时也主宰着对方的生死 不过跟关公一拼之后 让他知道 眼前的狂毛并非普通的对手 要杀败他 非得认真不可 关公抛出一个小袋子 我看你怎么当 区区一个小袋子 又有何难 可是一刀过后 十二少心绪大感不妙 人们都说你十二少对兄弟 有情有义 原来是胡说的 挡着一刀 连骨灰都落手里 真够义气 骨灰 谁的骨灰 还做人老大 连自己亲信都不认得 这就是你当任那投马的小宝了 关公 我要你死无权势 刑锋 帮忙 刑锋就是那个 间接害死蚝油之子的凶手 刑锋的出现 为十二少带来一份 强烈的压迫感 刚一开战 十二少就被刑锋压了下来 什么刀法也施展不出来 只有挨打的份 十二少刀技淫欲江湖 这么多年来 鲜油对手可在他刀下逃过一半 可今天十二少感觉有点不同 怪不得信仪AV刀受伤 这个刑锋真是厉害 十二少和信仪都是用刀的高手 不过要奔下他 应该不难 老弟要看好啊 士大把这身杖拍泽戏了 别收斗啊 上次刑锋对付蓝男尸首 雷公子一只记恨 所以这次让人拍下整个过程 警方再次放水 一个刑锋已经难以应付 和有这么一帮牛鬼蛇身 情势比当日硬创果蓝更加凶险 十二少能安然无恙吗 既然走到这里 还需要什么犹豫 好好大干一场吧 十二少凡科为主 在刑锋身上 批出三级又急又劲的刀光 十二少的刀虽然极快无别 但却让刑锋一一挡开 好像看穿了十二少的路数 比他提早一步 截击刀锋的落点 所有的刀招都由路可循 真正的高手 能从对方的细微动作 比如眼神 架势 判断出出招路的走势 十二少的一招一逝 已经逃不过刑锋的双眼 十二少知道 要对付刑锋这种级别的对手 单靠实力是不够的 对方既然能看穿自己的下一步 那么他便随心而发 无招胜有招 武侠小说中常提到 天下最高的武功 是无招无势可循的 没有招式 对方也就无法抵挡 当两者的实力相近 出手的快慢 已经不是决胜的关键 谁比较冷静 谁能看透对方的弱点 便是胜利者 面对十二少密集的刀法 寻常人的早就被吓得手忙脚乱 招架不住 行风却保持着极度的冷静 抵挡的同时 也在寻找十二少的破绽 除了和大老板之战外 面对其他对手 行风总是从容不迫 赶不到压力 当年关公被十二少毁容 要被公司驱逐 被迫败走大陆 这笔账关公一直牢记 历史要回港报仇 亲手干掉十二少 老一辈的江湖众人 大多都看不起新一辈 在他们眼中 门上始终应该压在自己的脚下 永远把他们看成处处茅庐的模样 却不知道 经过血与汗的吸力 他们已经壮大的无法想象 甚至超越前线 十二少的一记焚熟道 从关公腰间擦过 若不是手腕受创 分尸的恐怕是关公自己一样 关公伤性狂躁 回容后性情更加暴力 身在大陆的日子里 遇到什么事情都以暴力解决 长期经营在血腥暴力色情 与迷幻药的事件 人也疯疯癫癫 这家伙发狂 胡乱打一通 应付一般蛊惑在可能性 要对付十二少这种角色 只有蛮力是不行的 曾经跟我交手的香港黑道人物 每一个都独当一面 各有所长 AV是力量性 爆炸力十足 能在短时间内爆发出异常力量 擅长打远程战 仙仪力量虽不解AV 但只要一刀在手 便可以急速提升战力 刀法又狠又霸道 假使那种不要命的打法 却能在绝境下逆转行驶 就算他重伤倒下 也不能掉以轻信 否则随时会阴沟里翻船 被他反败为胜 陈洛军不算认真交过手 但看得出他比较冲动激进 权力很猛 一旦被他取得攻势 便可连销带打把对手搬下 不过情绪起伏太大 容易影响战果 临场最冷静的 还得是十二少 就在行风心里盘损之时 十二少力举前军一个侧串 以为可以把关公提昏迷 其料迷幻要发挥了作用 让关公没了痛感 十二少实力虽在关公之上 可那种欲识俱焚 全癫狂的战斗模式 却让自己着了道 行风看准世界 动身发招 十二少没来得及反应 便听到了连串骨骼爆裂之声 再过半秒 痛感传遍大脑 十二少才警觉 双肩骨骼 竟被行风砸碎了 线下出界 十二少可以说是死路一条 手都废了 看你还死不死 老大 车祸挂了 如果我干掉十二少 七把王空的位置 我是不是有资格做了呀 不如给小弟个机会 让我上啊 你试试看了 就在试打举刀劈下的时候 行风一棍怼到他脸上 能送他一程的 绝不是你这种人 行某当真希望 和你堂堂正正的鄙视一番 只可惜各为其主 十二少 一路走好 灌满了金链的一剑 即将要轰在十二少的头上 折了双臂的他欲挡无从 就只能等待着自己 死在行风手上 就在行风 即将要夺却十二少幸免之剑 他那势如破竹的一剑 竟被一只钢铁般的霸拳 硬手声截下 铁拐再难寸进分毫 是一个身穿礼服披风 头戴礼帽的家伙 大老板 这样都被你扔出来 有没有搞错 十二少做梦也没有想到 曾经与阿洛等人 和大老板生死相搏 今天对方竟舍命相救 命运的安排 有时候比电影桥段 更有戏剧性 行风曾和大老板交过手 伸直他的实力绝世强贺 二话不说便发动攻势 尽量一块打块 在最短时间内奔下对方 再向十二少下杀手 一拳就把行风打到一丈远 这个大老板果然够猛 大家一起上 你们这帮家伙 刀都不认识 还学人砍人 大叔提到上阵的时候 你们还穿开裆裤呢 大老板交给我 你解决十二少 行风跳鞋 虚晃一招 将铁拐轰向大老板 接着连串重拳 冲到大老板腹部 面对大老板此等人物 行风对自己实力再有信心 也没有百分之百 拿下对方的把握 于是要凝聚全身力量到右拳 这一剑 将会是他出道以来 最具爆炸力的一剑 击杀不了对方 便会被对方所杀 结果十二少奋不顾身的 冲到大老板身前 用自己挡下了 行风这全力一击 如非十二少这样 大老板碎裂的凶果 很可能会刺穿内脏 后果不堪设想 大老板虽然没死 在行风的全劲下 和十二少双双掉下天台 形势同样危机 逛当一剩 巨大的体重是呢 让大老板抱着十二少 冲向楼下的木箱 若非他们命大 已经挂了不知几回了 这两个铺盖 这样都死不了 赶紧去追啊 十二少重创 陈洛军阵营又折一名盟将 外面一直认为 龙城邦和驾驶堂 实力比天一盟高出不少 可偏偏又在这时候败了一夜 看来不到最后一刻 谁也不能断定 哪一方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同一闻 信仪接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这个消息影响重大 就算伤势未痊愈 也不得不提前出院 阿鬼 现在情况怎么样 元朗那帮家伙烦了 我稍到疯 狄秋这个老鬼 联合一帮元老要废你 还说基本就要重选龙头 说废就废 但我是什么 咱们回元朗 迪邱联合龙城邦各个元老 大赎信一罪状 决定废信一 立迪邱 他们的小圈子 选举真的能成功吗 请关注下期 共审信一